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不只是作妖 还会变成妖 一遍不要紧 却让身为苦瘦的女妖暴露了 讲真 我要是她 我也不愿意当妖啊 你看他们当妖的不是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分不清正反 就是直接变成人 他们一定是嫌弃自己的半相太丑了 有妖就有捉妖师 我们帅气的捉妖师吴小斜中了妖王闪眼的奸戟 喝下了七苦真火粉陷入七苦诅咒之中 只能领着她的捉妖小分队来到这个名叫七苦的小镇 这中了诅咒之后的吴小斜呢 经常出现幻觉 不光能看见漂亮小姐姐 更多的时候是看见白胡子老头 不停地告诉她做人的道理 鸡汤一口接一口的胃 但这人哪能说成长就成长呢 不得遇见点挫折吗 这挫折呀 说来就来 捉妖小分队一近阵子就立马迷失在了七苦这个花花世界里 有去不可描述的 有去喝酒的 有去凑任了围观街头卖艺的 不知不觉中一步步陷入妖王的阴谋当中 这边妖王分身闪影 急着要拿到吴小斜的龙骨笔和他的心头血 眼界这一群人已经乐不思蜀忘记捉妖了 就叫着女妖一起把一群人聚集在自己的脑巢里 这就要召唤出妖王的本体 就在这个眼界团灭的当口吴小斜真是不枉被教育了这么久 在生死关头顿悟了 空手就把自己的神器召唤了出来 拯救了七苦阵 这告诉我们什么呀朋友们 告诉我们多看心灵鸡汤也是有好处的 没事多培养点梦想 万一就实现了呢 俗话说还有啥不够就拿颜值凑 没想到台湾偶像剧这一套在网络大电影里也能吃得开哦 清醒梦之马桶睡美人梦幻指数五颗心 一开始看这个暧昧美女就美 我还以为这是个女女激情的枪战片吧 谁知道这竟然是个超纯节超梦幻的撩南片 先来说说这个女主角 这熟悉的面孔 看这个迷你版的贾琳啊 这个小身姿 真是让人春心荡漾啊 迷你贾琳爱上了自己的新老板 这份爱如滔滔江水连绵 不断如黄河翻了一发不可收拾 可万万没想到新老板突然车祸身亡 这事儿迷你贾琳瞬间惊醒 发现自己坐在马桶上 哦 原来是梦一场 要知道是这样 如梦一场 说实时 那时快 全微医生告诉迷你贾 她拥有清醒梦的天赋 可以在梦中操控一切心想事成 于是女主在梦里开挂 带着男主开始了一段奇幻的梦中冒险 为了和男神嘿嘿嘿 女主这事 煞费苦心啊 穿回以前成怪姐姐 随便任老公 吓哭小朋友 穿回以后成白发老太 会容颜 最后终于追到男神 你以为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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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是会醒的 幸福是会消失的 我以为我会哭 但是我没有 我只是正正望着超能力的脚步 倍感无助 所以女主角这个天赋 真是屁用都没有啊 不过呢 从这个片呢 倒是学到了一招 追别人呢 还得豁出去 放得开 请她来吃豆腐 和她一起练大宝剑 当然还要抓住她的胃 只不过这个电影的灵魂食物 是油炸馄饨 讲真是low了一点 以至于我以为自己在看 沙县小吃之男神最爱 看到片尾呢 我才想起来 这个神似贾玲的女主角 原来之前还演过新梦园 我的天呐 这次自己搞个网络电影 又是导演 又是编剧 又是制片 又是演员的 又叫了我一招 过期演员想要重新演戏 怎么办 当然是自己搞投资 当老板啦 借色诗教义 三颗星 故事的男主角名叫刘星 人呢是有点毛病 见了女的就会有反应 因为这个小毛病 导致她一事无成 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一个一乱趴上 刘星复活了色妖打击 同时也得到了 借色诗江子凌的法力 看看这些屌丝们的经历 我也想当个网络电影的主角 本来好好的屌丝 一个意外就有对象了 一个意外就那些高富帅了 怎么不让我一个意外 中个彩票啥的 被逼无奈的流行 只能通过艰苦的学习 成为一名借色诗 准备阻止打击 全球直播 吸走全世界男人的经济 看这故事倒可好 名字叫借色诗 既没让你变太监 也没让你当和尚 更不拦着你搞对象 人家只是告诉你 以后少看直播 也不知道这电影的编剧 到底和直播有多大仇 这达记呢复活了 没有去找80个 龙金虎猛的壮汉 大战300次回合 而是立马学会 高科技直播吸经济 顺着网线去杀人 高实在是高啊 这剧情才是传说中的高级黑 这个编剧一切 一定被网络主播骗过 不然怎么可能 写出这么损的故事啊 学成之后 刘星即将和达记展开大战 吸了无数宅男精气的达记 告诉刘星 一直在他身边的江子凌 原来是他的初恋 这不说不要紧 一说江子凌是自己的初恋 几乎是母胎solo 且20年解决基本扣手的刘星 瞬间爆发了战斗力 靠着真爱的力量 打败了达记 拯救了万千看直播的宅男们 看了这电影 真爱厉不厉害 不敢说 唉 以后是再也不敢看直播老铁 顺机666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如果想看更多的精彩视频 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斯文痞子 如果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 也可以在下方给标面留言 网络影视看点啥 斯文痞子来解答 我们下期见